这首呢 最近的话期度也蛮高的 看回归的话会有少了 雨娃的新歌 哦 Super Lady 是他第二张正规专辑的主打歌 这啥演唱会啊 Super Lady 这是 这是 等一下 这是M&S演唱会 我先要问一个 MV 这鞋子吧 这鞋子吧 我的妈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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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摇摇白 黑白摩尼 莫伊拉 哦呦 哦呦 哇 啊 好好看 哎这个是那个吧 那个叫 对不起 我想起来我再说 这套 MJ 嗯对对对吸我脸 这很欧美那边知道吗 是 嗯 哇哎呦 哎呦 怎么会站住呢 自由女侠 不是 那个 那个 神奇女侠 哎呀 谢谢 就我说那个 他站着自由女侠像那个 对吧 对 我发现了 什么 对 又不是 好迷惯啊 哦 舒华 是说我说 反而是 哇 好看 但是 好夜店 不是 我感觉像个变演唱会 你知道吗这个 而且是那种超级那种 超级晚中场演唱会 他打开的时候我腰起来了 这种感觉 主题曲舞台 他们是A级 A班的 很欧美的那种感觉 这首歌是小娟自己写的吗 是 好吧 因为之前我还是听过他们很多歌 从最早的La Tata上个看路的 其实我们听过很多小娟自己写的歌 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至少小娟写的歌 是在我的喜好范围内的 但是这首歌不在我喜好范围内 me too 对所以我才发出疑问 这是他写的歌吗 其实他开场的那一句 很有辨识度 但让我没有想到和副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住 有那种感觉 舞台也怪怪的 那种穿着 对欧美的那种 戴着那种帽子 穿那种高肩 特别像 那种很散很散 用很多很多 转那种东西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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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那种 思觉充当特别特别的 哇好散 然后所有的每个人一个 应该是对应了一个 只是我们只认出来只知道 appet10200版一点狗 我说那个神区女神 序内人错了 美妍那个呢 王埃及彦后 好 对是美都ât 还有很多头发 好玩哩屡屡的 很多头发 然后舒华这个应该是代表的法国的末代皇后 那个玛丽玛丽皇后 代表了一个著名的女性角色 了解的不多 了解是肯定是了解的 都是属于那种被典型拿来作为反派 但是你把故事拉撑了之后来看 其实每一个角色 他不是一开始就是反派 是把他定义成了反派 比如说美杜莎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受迫害的对象 包括像那个埃及艳后也是 但是大家都其实对埃及艳后都已经频繁了 他是作为最后的一个王 他是为了延续埃及王朝的历史而被迫做了很多选择 大概就是这么选取了这样几个女性 代表嘛 当你评价这一个女孩的时候 或评价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能片面的去看待她 你应该了解她之前 然后再判断这个 全方位的去了解 你们要把她的故事看完 先别个buff 以上以下都是个人观点 和我自己本身无关 这次回归还是有蛮多争议的 其实我自己怎么想 我作为一个运营者 我觉得当下很火的一个话题 或者很火的一个元素 它如果本身是好的 你把它当作是作品当中必备的一个内容 这是可以的 而且女性觉醒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而且你说近几年在这个环境之下 女性的思路也逐步地去觉醒 这一定是一件立全球之大好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非常的认可 但是作为一个很庞大体量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工作人物 首先以作品为前提 它首先是作品优质 然后才是思想深刻 我是觉得从这首歌相对来讲 我自己的评价 我觉得歌曲的质量没有那么高 我是感觉它可能也是在尝试 可能尝试比较多一点 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它的质量没有跟 我一开始也说可能是跟之前的比 对你有高要求没有问题 但是你也要允许人家有创作瓶颈 不喜欢不听嘛 你这个一点都不客观的 毕竟你是公布版人发出来 肯定会接受大众的 是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这个团 但是就这个音乐 我觉得可能你看我的反应也就知道 可能没有让以前那么嗨 秀哥也不在我喜好的范围内 我一开始就说了 但是我认同文鸡鸡的这段话 就是有这种东西我们觉得OK 是可以放出来大家讨论的 对这个事情大家讨论 又不是说我们说什么是什么 我们看到可能是这样子 你们可能看到是另外一个样子 但是前提就是你看完再说 对吧 你有什么样表拍 把作品之上做好了什么都好说 以前女娃的歌我都觉得很不错 非常不错 那常试可能我们不太能改成 可能下一次吗 假如是试试 萝卜青菜歌有组 这首歌不喜欢 万一下首歌你就喜欢了 一上都只是关于这些歌的一点点理想感受 误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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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定要友好讨论